OK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三年级科学哦 那么来到这一个 啊讲到什么中性物质的哦 碱性物质跟酸性物质哦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 这个东西呢就是叫做 蒸流水哦 那么蒸发的蒸 这个流是毒第二生哦 然后水哦 如果你看这个的话 OK现在是这样啊 那么我们在你的面前我已经做了这个 简单的实验了 那么可能你没有看过了 那么如果你看这边的话 华语我们叫做蒸流水哦 那个流是 啊 刘老师那个读音哦 第二生哦 所以蒸流水英文叫做distilled water 那么国语叫做isolink 然后 我们会接触到什么叫沸腾哦 英文叫做boiling 国语叫做本地的汉哦 那么接下去我们就会 啊 讲到这个 凝结哦 英文叫做condensation哦 那么国语叫做permaluapan 或者是condensasi哦 有些人是这样讲哦 所以现在因为你是 啊 这个 三年级科学 那么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蒸流水哦 你可能在课本看到什么叫蒸流水哦 但是你不知道 他是怎样生产哦 那么这个就是 啊 一个很简单 的装置哦 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 我们有这一个 啊 OK 你看我这个火啊 OK 为什么放这个所谓的这个 啊 贴丝网啊 因为不要给这边 啊 不要给这个 容器烧焦啊 它下面 不要给它烧焦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是这样设置 那么这个呢 我就是 顶牙伤 好让那个火啊 我们可以 让它变成红色 就是它烧到比较 啊 如果 我这个放它比较低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没有这样热 那么水就可能不会沸腾哦 那么这个我只是垫高它罢了 所以呢 啊 如果你看到 的话 这边是 啊 开始红了哦 所以红了那个水 它才可以 啊 我们讲 它才可以 啊 蒸发 或者是沸腾这样 所以现在看到的这个装置是这样 那么 啊 我用的水是这个 那么就是我家里的这个 这个水啊 那么是普通的这个 Pipe的水完了哦 那么我现在这样装 那么我这个水 我把它倒进去 这边哦 因为现在比较热哦 那么我就 我事先已经倒了 所以这个水呢 跟这个水不一样哦 那么这个水呢 就是 刚才我给你看那个Pipe的水哦 所以如果你看它的装置是这样哦 那么我有这个 啊 所谓的温度计哦 那么 你看这个红色这个啊 那么就是在 啊 我们讲凉渣的温度哦 所以呢 装置是这样哦 那么你看到这边另外一个这个东西啊 OK 我这个把这个水放在另外一边先哦 OK 现在这个可能你看到有点复杂 如果你我们近距离看这个东西的话 OK 你看啊 现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好像圆圈这样的玻璃哦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呢 我们讲啊 这边的水 沸腾了哦 你看现在这个 它的温度已经是 啊 我们讲超过100哦 那么你看这个已经是啊 超过100哦 你看它红色哦 那么这个不用怕因为是水哦 那么这个它还有 它不会爆出来哦 因为 啊 我们的水沸腾是大概在100位了 如果你烧起就还是这样的温度哦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这样呢 就说现在我的水已经沸腾了 那么这边有这种水蒸气哦 那么经过这个 啊 然后你看到这个pipe啊 有两个哦 然后你看到这个 OK 其实老实是这样的 那么把这个 水源啊 那么经过那个过滤区 这个是不用 啊 其实只是水就可以了的 那么要给 只是要给这边冷却不了 啊 要让这边的水蒸气的水 通过这个 啊 这个 biping这样的东西哦 给里面的这个我们讲koy 哦 给这个啊 我们给它这个冷却罢了 所以 这边里面的 水呢 跟这个的水是没有参在一起的 你看到好像参在一起其实是没有哦 OK 它这边有一个 啊 我们讲 OK 这个啊 OK 先放好来先看 它可能会 给给这个pipe哦 所以其实是这样哦 那么这个 因为看到这个水经过那个过滤区其实就是水罢了哦 普通的水罢了 那么经过这个 管道 那么再输出去外面 所以看到我这个水啊 那你看 啊 这边呢 是有水出来的 据说这个水就在走动了 正在他要把 这边的东西冷却掉 就说那个块里面冷却掉 记得哦 这个东西呢 它比较特别一点 里面这个水呢 它跟这个外面 这个水啊 是没有缠在一起 它只是做这个冷却的一个 动作罢了 就是哦 它只是冷却里面这个 所以可以看到最后这个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这个蒸流水哦 OK 如果我们再进去一样看哦 那么啊 老师再讲一次哦 那么你这边就是啊 我通过这个火呢 那么我烧这个水 泡的水哦 我烧到沸腾了 那么这个水蒸气呢 就会经过这个块 我们讲的这个圆泉 这个转转转 这个然后才出道来这边 然后这个 这个呢 黄色这个呢 就是要冷却 黄色的这个水呢 它也是pipe的水来的 但是只是啊 冷却里面的这个用途罢了 所以它们是没有缠在一起的 所以看到这个水一直漏出来 就是这样了 所以大致上呢 这个啊 在 这边什么事情发生了 就是凝结 水哦 水蒸气凝结了 过后变成水哦 所以刚才我就是啊 跟你讲啊 就是有啊 两件事情发生了 那么沸腾就是在 这边发生 那么另外一个凝结呢 就是在 这边发生了 那么讲凝结 通过 啊 我这个一直流动的水哦 冷却 冷却掉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哦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看到这个蒸流水哦 就是 水蒸气 变成水 就是这样而已 OK 蒸流水就是这样哦 那么这个 啊 算起来这个是 pipe的水哦 那么它其实是里面很多那种 啊 我们讲 矿物质哦 那么或者是加了一些 corine还是什么东西哦 那么其实这个水蒸气 这个呢 算起来是比较纯正的水哦 这个水跟这个水是 不一样的 你看到是一样的了 其实它里面的物质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 我们讲pipe的水哦 刚才我从 啊 刚才我从这边装出来的东西 我们的pipe哦 那么这个pipe 我就倒进去这边 那么蒸发过后 就是纯正的水哦 所以看到这个 啊 就是所谓的蒸流水哦 纯正的 就是H2O罢了哦 那么就是 我们讲纯正的水哦 所以呢 啊 希望你明白什么叫 蒸流水哦 那么这个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这个设置哦 那么 换句话说呢 就是把这个 啊 我们讲纯正的水呢 跟这个 啊 矿物质分开罢了 就是这样哦 那么希望你在三年期 可能这边可以拿到一点 啊 这个 概念哦 一些原理这样哦 那么这个就是 啊 生产蒸流水的这个过程 那么有这个 简单的设置哦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像是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 比如说 谢谢观看